青年的1600说新闻单元要带你来关心 台湾史上最大规模企业总部搬迁行动 台塑集团在台北市内湖区的新总部 今天起将近5000名的员工正式进驻办公 对当地交通来说是新的一大冲击 好我们记者早上也到了现场 直集到在早上通勤的尖锋时段 台塑内湖新总部距离最近的公车站 几乎是斑斑爆满 光是有搭公车需求的员工 就高达了3000多人 那么当地理长也指出 从9月中旬台塑员工陆续进驻开始 其实就接获到不少民众反应 最塞的几个公车站点我们来看到 包括是南京三名路口往内科的通勤族 都挤不上公车 还有南京公寓站 也有不少到市场买菜的民众 没有车可以搭回家 再来就是南京旧宗路口 有不少的国小学生排不上公车 还有改骑U-bike去上学 那么台北市交通局一早也加派人力 来疏解交通 台塑也采三个时段 分别是早上的8点钟 8点半 还有早上的9点钟 让员工可以分流来上班 另外也提供了接驳车 每天往返松山车站 那么可以输运480人 客运业者也表示了 像是南京干线 还有民生干线等热门的路线 总计加开了十多个班次 11月初起会再提供台塑员工 早晚各四半的接驳车 希望可以透过加密的班次 来疏解内湖通勤族搭不上车的窘境 那么除了交通拥塞之外 其实不少员工也曾经抱怨过 新总部附近生活机能不佳 我们就带您来看看 其实台塑新总部周遭是跟五金业 还有汽修业为零 因为最早传出台塑搬迁的时间 落在2021年底 但是搬迁的计划是直到 今年的9月才正式启动 因此台塑企业内湖的三栋大楼 已经闲置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因此周边一片萧条 欠缺了餐饮生活技能 交通又不便利 所以曾经被员工嫌报 但是内外是两样型的 来看到了台塑企业内湖大楼 所在的台北企业总部园区里 五栋高楼 簇涌里面 用千坪 人工壶 还有绿林 园区里头也新开了便利商店 银行餐厅 甚至还有服饰店 那么员工吃饭 多半是以外送还有待便当为主 仿佛是自成一格 宛如是另外一个事件 有专家就指出 以中长期来看的话 台塑搬迁到新总部 对当地市场仍是一个利多的消息 进驻员工术会带动周边消费需求 促进生活机能 也可能刺激到临近地区 未来的办公需求 但实际的影响 可能还要等一段期间之后 再做观察 不过已经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 台塑企业总部搬家 带着将近5000名的员工 离开了台北市敦化北路旧大楼 对老商圈的影响倒是蛮大的 我们就透过下一张图卡 继续带你来了解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台塑旧总部是位在台北市敦化北路 土地面积超过了6300平 楼地板面积大约是3.7万平 那么台塑集团持有62%的产权 是全台最大的自办都更案 那么根据台塑都更案的规划 重建之后将新建 两栋地上22楼 地下5楼A级商办大楼 以及一栋地上22楼 地下3楼 总户大约是100户的高级住宅大楼 总楼地板面积5.8万平 预估最快2028年完工 房仲业者就估算台塑 敦北旧总部大楼都更之后 整体开发的价值上看千亿元 但是尽管敦化北路上 有长庚医院 有办公大楼跟住宅区 不过当地的店家一直都认为 台塑将近5000名上班族 这么大的量体突然消失了 对商圈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而且未来拆除重建起码还需要5年的时间 现在周边店家已经有便当店歇业了 店家也大探 营业额掉了5成 生意真的很难做 那么房仲业者也调查 其实在台塑搬迁之前 敦化北路市场店面网路带租有限 只有一两件 好 租金每平大约是3900元 但是今年9月开始搬迁之后 贷租量就暴增了 目前大约有时间店面在招租中 每平的租金开价跌至2626元 不过相较店家生意惨跌 商圈爆发店家出走潮 周边住宅房市却热闹上演着 都更庆祝行情 完全也是两样情 像是军宅敦化新城 目前成交单价九字头 已经有屋主开价突破百万元了 另外来看到这个是 松山新城的成交单价 80万元起跳 也有屋主开价冲上九字头的情况 不过房仲业者还是持保守的态度 认为现阶段的房价 起伏程度还有限 要等到都更完工之后 才会有明显的房价公式 以上就是今天的说新闻单元